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属于台湾省政府社会处 48年改称台湾省力彰化少年府育院 70年7月1日改立法务部 并定名为台湾彰化少年府育院 民国100年1月1日因应法务部矫正署成立 机关改立 全名更为法务部矫正署彰化少年府育院 院址座落于彰化县田中镇三角路 面积8.7821公顷 法定容额580人 本院主要收容台中以南等县市之男性 及全国各地方法院裁定感化教育之女性学生 以爱的教育为原则下 兼采学校化的管教措施执行感化教育 依据少年府育院条例的规定 本院在院长下设有秘书及训导科 教育科、教务科、卫生科、总务科等四个科 及主济室、政风室、人事室三个室 共同推动管教业务及行政事务 本院实施感化教育主要有训导工作及教务工作 训导工作部分又细分成生活品德教育 宗教宣导教育、文康体育教育及亲职教育等四项着手执行 教务工作方面则施以国民基本教育及补校教学 学生入院时经查验少年法庭之裁定及交付书 和对其身份证件及相关资料 并办理健康检查后一日编入新生班 经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实施新生训练 新生训练完毕后 按照调查结果编入补校各年级就学 同时依规定开始实施累进处育 依据保安处分累进处育规程的规定 学生累进处育共分为四等 操信、学业、习役等三项成绩 责彩责任分数抵消的方式 至第四等给予循序进等 本院临聘、大学院校、社会、心理、法律等相关学科毕业 有志从事少年辅导及角质工作者 担任导师及辅导员 除负责辅导考核及日常年行外 督导学生认真学习课业及技能 从日常生活、时、医、住、行之方面着眼 并于课外活动时间、实施品德教育 讲授公民道德及法律常识 以陶冶学生健全的人格与道德 树立知法、守法之正确观念 为培养学生乐观积极的人生观 本院邀请天主教、西都教及佛教之宗教人士 固定每周一至周五安排时间来院宣导 或不定期利用课余时间及寒暑假 邀请各宗教团体到院实施宗教宣导 使本院学生均能依其信仰 接受宗教的宣导及熏陶 本院学生正值体力充沛 在精力旺盛的青少年时期 为让学生有良好的休闲兴趣 改变其不良习惯 本院每月定时举办文康活动及庆生会 并邀请社会人士或公益团体 来院带领各项团康活动 举办书法、绘画、演讲、弊报、作文、歌唱、拔河 和各项球类竞赛活动 让学生发泄体力 培养良好嗜好 感化教育最重要的环节在于亲职教育 本院为了促使家长了解管教孩子的正确态度与方法 藉由每年春节、母亲节、中秋节之肯亲会 透过老师与家长物谈联系、沟通管教观念 发现学生困扰问题 适时给予辅导及修改其行为偏差 为落实少年辅导院学校化的政策 本院设有国高中分校 分别办理高中、国中、国小等教育 每日按照学校课程标准授课 所有师资、教学及学籍管理都依照相关教育法规办理 对于有志继续升学之学生 本院设有升学辅导班给予加强课业辅导 院内设有汽车修护、室内配线、机器脚踏车修护、中餐班、食品烘焙班、美容美法班等技能训练班 本院聘请临近高职相关类科之专业老师来授课 在各班结训后 再请行政院劳工委员会职业训练局办理技能检定 合格者由职训局发给丙级技术士资格证书 为扩大学生学习领域 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及潜能 本院议开办多项才艺训练班 有电脑、园艺、小吃、汽车烤漆、乌克利利、舞蹈、编织、新娘秘书、口琴、萨克斯风等才艺课程 为维护学生健康 校府院平时重视环境及饮食卫生 每日督导学生打扫教室、寝室及环境 定期喷派消毒、按月实施入院新生体检 定期做防疫注射 并排定卫生课程、普及卫生尝试 疾病治疗方面 健保乘坐医院于院内设有内科、外科、妇科、牙科及精神科 医师于周一至周五到院注诊 如患重病则送健保乘坐医院治疗或报请保外医治 学生火食、复食之采购、系以招标方式及指派专人担任市场访驾 每月定期召开膳食改进小组会议 以其办好学生膳食、营养与卫生 学生累进处日结果进入第二等或第一等 各项成绩达到规定标准 认为无继续执行感化教育之必要者 即报请各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停止或免除执行 给予办理提前出院 少年府育院虽为感化教育机构 但为了使学生出院后能顺利求学或就业 本院对于学生出院后之生涯规划及保护事项 均详细调查加以辅导 于学生出院时 含请县市政府、教育局、社会局青年辅导委员会 以及更生保护会等有关机构就进访市 协助其就学、就业或就养 少年辅导工作既艰辛也深具挑战 矫正少年不良习性增进其知能 使其变化气质、去恶向善 走向人生正途是本院之工作目标 除了继续充实专业知能、革新管教方式 以强化感化教育功能 并也期待社会各界、各级长官 能多给予指导及鼓励 继续向理想目标迈进 演唱的力 谢谢长官 演唱的力量